那好,大家好 这里是千锋教育好生源 我是大师区教师,小米教师 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学习 48个Google图计算 它的一个存储原理 那么它也是一个图计算当中 比较重要的一点 它的内部存储原理 在这里呢,我把它化为三点 把它化为三点 第一点是边分割 第二点是什么呀,点分割 第三点是什么呀,图计算使用的是哪种分割方式 那么在这里呢,是使用什么呀 点分割方式存储图 那么咱们从这三点出发 来去探究一下 Google图计算的一个什么呀 图存储原理 那首先呢 嗯,这个咱们先说一下 在这里这两点方式 啊,是什么意思 一个是边分割 一个是点分割 呃,在这个Groper X当中 当中呢,整体来说吧 它有两种方式 就这两种方式 好吧 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 这个Groper Lab 2.0 将其次的方式呢 由边分割 转换是什么呀 点分割 呃,为什么要转换成这个点分割呢 啊,从之前边分割变成这个点呢 因为它在性能上啊 取啊,取得什么呀 重大的提升 比如说性能上提高了 不是一点两点 而是提高了很大 那目前呢 最,这个目前这个啊 基本上这个被业界什么呀 这个广泛应用啊 也是接受了这种点分割的方式啊 那咱先说一下这个边分割 什么意思啊 呃,这个边分割呢 它就是什么呀 呃,每个顶点都存储一次 但有的边会被打断 分配到脸的机上 那这样做的好处呢 是节省空间 有节省什么空间啊 存储空间 坏处什么呀 是对图进行基于边的计算式 对于一条两个顶点 被分割到不同机上的边来说 要跨节点的吧 对吧 还要跨机器通信传送数据的 呃,那么这个内网的通信流量比较大 呃,流量实际比较大 那么想想啊 我们本身是一条线被清什么呀 两个点是吧 然后呢放到其他的机上 那两条不同机的时候呢 它本身是一个一起的呀 那么被牵割之后呢 等于说跨节点了嘛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性格可能要消很大呀 这是边分割 那么点分割呢 呃,点分割就是什么呀 每条边只存储一次 都会只出现在一台机器上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每条边它只会出现一次 是吧 它都只会出现在一台机器上 呃,邻居多的点呢 会被复制到其他机器上 增加了存储的开销 也就是它存储呢 开销又增加了 同时呢 会引发一种问题 什么问题啊 同步的问题 啊 因为它必要扶植过去嘛 是吧 肯定会有一个同步的问题啊 那么它好处呢 对吧 它为什么选择点呀 好处就是性能大大提升 因为它大幅度的减少了内广通信量 也就是说它本身是一条边 它只会放在一台机器上 但是它可以什么呀 通过一种复制的方式 复制到其他的意识 但是它还是啊 一条边 没有被歇恶 那这样的话 好处是什么呀 是你查询起来什么呀 速度比较快 但是它存储的性能开销 就是它存储开销比较大一些 啊 别担心 好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图计算呢 使用的是一种点分割的存储方式 这种存储方式的特点呢 是任何一条边只会出现在一台机器上 那每个点都有可能分不到不同的机器上 当点被分割到不同机器上时候呢 是相同的镜像 也就是相同的 一样的 但是有一个点作为主点 其他点作为什么样 虚点 当点的数据发生变化时 它会优先更新主点的数据 啊 它会优先更新主点的数据 然后呢 再将所有更新好的数据 发送到这些虚点上面 有时候发送到所有的虚点什么样 服务器上面 然后所有的机器上面 然后再去更新什么样 更新这个虚点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编的存储上 是没有什么样 允许的 而且对于某个点 与它的邻居 比如说相邻的交互操作 只要你满足了这种交互的什么样 交互定律和结合定律 就可以在不同的机器上什么样 执行网络开销 比较什么样 就可以执行它 网络开销就比较少 比较小 但是这种方式呢 分割会存储多份的点数据啊 更新点的时候呢 可能会发生一种网传书吧 但是它里面发生这种网传书 同步的时候呢 就说它有个同步的问题啊 对吧 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 相当于说你把你这份点呢 靠给到另一份点上 是吧 然后你同步其他点的时候呢 呃 里面同步的问题呢 可能会有一些 但是呃 问题影响不大啊 问题影响不大 因为它里面开销 网络开销呢 直接减少了很大呀 不要说咱们那个边分割啊 边分割是把一条边分割两个点 然后送到其他的机场 那这样的话 你是一条边啊 啊 一条边啊 那这个时候 你进行查询的时候 你要去跨界点进行查询啊 对吧 那么那这样的话 网络IO呢 要产生很大呀 好吧 然后这个狗说X呢 在进行图分割时 有几种不同的 呃 分区的 策略啊 但是这个分区策略也是咱们这个图存储的一个原理当中的啊 那么在这里呢 它有四种啊 在这里它有四种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啊 在这里有有什么呀 分区的一种策略 爬地震的策略 比如说 在这里面 我们如何去存储我们这里面分割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说好说什么呀 说一个它一个存储原理 那接下来呢 咱们去分析一下分区的策略 那么这个分区策略呢 咱们下一个讲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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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